2、3、7、3、6、10。 是的 我本身的一個興趣就是我的跑步 所以我的這個過程當中 基本上當學生的時候 就是學校的課業 再來就是我的跑步專項 那玩呢就藉由到各地去比賽 然後就這個機會去玩 所以呢 我在平常呢就是 除了學校的課業以外 我的修學就是跑步 所以我本身是非常喜歡跑步 那當然跑久了之後 慢慢慢慢成績就會比較突出 那到了一定程度的時候 每個人我想都有挑戰性的 不管是挑戰自己 或是挑戰紀錄 或是挑戰他人 那都一樣有這個紀錄性 那我自己本身在想要達標之前 當然除了學校 我那個時候是體專 然後想要達標 當然除了別人練習的時間我練習 那別人沒有練習的時間我還是練習 我把指強運動當成我的休閒 那到目前為止我還是這麼感覺 就是跑馬拉松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那所以我不覺得苦 那也就因為這個樣子 我們所謂的夾闊動夾破 那就這樣一路走來 始終如一的一直持續我 這個我的興趣 那當然去比賽之前 為了要達標 一定要更加的付出 那除了這些 除了我在底專這邊的一個訓練 專長課的訓練之外 那禮拜六禮拜天 我都會往台北跑 那台北那個時候 有雷彥兄雷老師 他在田徑場 現在已經翻新變得很漂亮的 台北市田徑場 那時候田徑協會在那個地方 那禮拜六 早上上完課之後就 背著包包就趕上去 下午就有雷老師幫我看練習 然後禮拜天就 這個到六丈里那一方面去做野跑 那也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日積夜的一直下來 那慢慢慢慢自己就 具備了這方面的能力 當然在學校這一邊 吳賢雯老師 什麼專長老師 那在我成績慢慢突出的情況之下 就安排一些同學 就來帶我 比如說我一間公尺要跑十趟 那可能其他同學就跑六趟七趟 但他們開比較快這樣子 對 然後就安排這樣的一個課程 那我在練習的時候 最後的三趟 可能他們已經結束了 所以他們就會分段的來帶我 因為畢竟那個時候 他們要一起跑一千公尺 那肯定是在我後面沒有錯了 但是我們大家都有一個 一個共同一個目標 不管是誰能夠去參加 這個世界的大比賽 那只要有機會的 我們那個隊啊 都會來幫忙 所以有跑兩百 有跑四百 甚至有跑六百 都有能夠這樣來一起幫忙 所以 也就因為這樣 那麼多人的一個幫助之下 讓我能夠一次又一次很順利的 能夠達到這個參賽標準 了解 那像嘉哲呢 在你參賽的三次經驗之中 有怎麼樣比較特別的準備嗎 特別準備 其實平時 訓練每年的時候都會挑選 一些國外訓練的 一個移地訓練的地方 那譬如說 像許老師也曾經帶我們去到日本 做過移地訓練 那 從這些移地訓練 然後從國外的選手 裡面來發覺到一些 訓練上的技術 不管是心理上的 或是生理上的技術動作上 那這些就是 我覺得還是一樣 就是像許老師講的 就是要日積月累 然後累積下來 然後最後在一個 關鍵時刻的時候發揮出來 那當然拿來 達標之後在四景賽的中間 還是 從過去累積的經驗 然後 做修正 然後再 來投入在 呃 四景賽前的訓練 呃 目前 四景賽 各單項四景賽都一樣 就比較不會受到 呃 呃 重視 那 在訓練上的話 可能就是自己 要自己做準備 然後 呃 可能自己要考慮一下 你的規劃 計畫是什麼 呃 比較不像 像亞奧運的時候 會幫你 幫你集中起來 在國際東西裡面的訓練 呃 因為 好好做好 對 所以說像現在國家 對於四景賽 的一個 呃 關注的程度來講 會變成說 選手必須 完全是 自己去規劃 參賽 或者是訓練的一個流程 這樣子 是沒有一個 就是統一的 集訓 或者是什麼 這樣安排 目前 目前 對四景賽比較 沒有像搖奧運這樣 就會 比較密集的集中起來集訓 我比較密集的關注你 因為 整個 整個 整個行政體制的話 他們 以比賽等級來分配的話 是以 比賽的規模性 那有時候 像 比如說奧運 他的規模 他有很多個項目 所以他規模很大 所以他真的是 最重要的比賽 那 各單項的 一個 世界紀錶賽 那他就是一個項目 像我們天際一個項目 莊志願在 那個 桌球拿到世界錦標賽的金牌 那也是一個桌球一個單項 那他規模就是最小 如果以規模來算的話 那四景賽是規模下 所以他們沒有做這種 比較 像亞奧運一樣 密集的集訓 跟規劃 那當然 可是 這種意思很強調的 就是他 他選手等級 其實跟奧運是一樣的 對我們自己學校的本身來說 其實這可能會更好 奧運 亞奧運是一樣的 那種感受 所以還是要好好做一個規劃 沒錯 也就是說他的實質意義 可能實際上 大於這個賽事的表象的一個 給一般民眾的印象 這樣子 因為他目前我們整個 制度上的規劃 行政上的規劃 是 以 競賽 競賽等級的規劃 就是以 這個競賽的規模性 那 這個行政體系是 我目前沒辦法去做了 什麼改變的 但是 我們可以自己去 了解到 這個比賽對我們 來說 有什麼 幫助 例如說我剛剛講的 欸 去達到 參加市場賽 啊 原來我 對 其實我跟 原來我也是可以參加奧運 那這個信心上是很大的提升 那對我 將來要去 打票奧運的話 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 信心上加分 這樣 對 像這樣的一個 集訓 這樣 因為我 跟嘉哲的 這個年齡差距比較大一點 但是 那個時候 我們 不要說這個 奧運 就連同這個 世界盃 夜雨均標賽 現在我們國內也沒有 派選手去參加 我想這樣 給選手的這個 參賽機會 就減少了 那一個選手 如果你訓練 沒有一個 比賽的一個目標 讓他 有一個目標 讓他追尋 那這種 這個 激發他們的一個 練習的這個動力 那就減少了 那時候 世界盃 錦標賽的時候 還有一個月 我們有七個選手 然後選下來 還有一個月的集訓 那現在這些都沒有 還有另外一個 我從 自己本身當選手 一直到現在也當了教練 特別是這一次的 亞運 那我感觸良多的是 我們有一個規定說 選手選下來的 都必須要到國訓中心去集訓 那 國訓中心集訓 一起集訓是個好事 沒有錯 但是呢 我想也要考慮到 運動項目的不同 因為 長跑運動來講的話 你需要時間比較長一點 而且你訓練的環境 必須要比較涼快 那 這個車子要少一點 空氣要好一點的 那左訓呢 那個地方是舉得很難 那 選手在那邊 有一個整體的一個照顧 是不錯 但是在長跑來講 比較 不合適的 我常常這麼想 選手他們那麼辛苦的在練習 那 高雄在夏天那種太陽 是 沒有辦法讓你站在 田徑場上 一個小時 常常想 選手他們啊 因為現在我已經變成教練了 我那時候也有這種感受 那邊選手在練習的時候 看你能不能 有哪一位 這個 高層的 這個 人士 長官啊 站在操場上 關心一下 因為現在他們也曬太陽 那你也就站在那邊 一個小時就好 那 這個一個小時 你去感受一下 他們要練三 兩三個小時 甚至三四個小時 這種時間 那 根本都沒有辦法 做一個 很好的一個訓練 那當然啦 這個 也想說 能不能像日本那個樣子 企業來贊助 來支持 然後呢 讓選手呢 歸到各個企業去 藉由這個企業的贊助 來 領養 來訓練 那 這樣來講 他們有更好的一個 發揮的空間 那這是我們 現在目前國內 對於 長跑選手來講的話 是 比較 比較 難有成績的 一個原因之一啦 當然還有很多很多 一個原因 所在 對